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是王芳池,来自VML中国研发中心 我和来自腾讯的陈家豪今天想要分享的议题是 利用KF Serving加速联邦学习的模型部署 首先我们请家豪介绍一下什么是联邦学习 以及CubeFate这个相关领域的开源项目 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如何借助于KF Serving 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上线 提供在线推理服务能力的一个过程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工作流程的demo 那家豪,我先教给你介绍一下总体的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方氏的介绍 那么我是陈家豪 目前是腾讯CSIG安全部门下的工程师 也是在做联邦学习这一块 那么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联邦学习 那么人工智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数据的数量 与质量来训练模型 但是随着隐私保护法律的完善 现在公司和组织之间不能直接贡献数据了 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么这势必会给人工智能的行业呢 带来一定的影响了 那么联邦学习呢 就是在这个大辈子之下诞生了 它是联邦学习主要的目的就是自律仪 在建模同时也能保证数据不外泄 右边呢 这个是联邦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他首先联邦学习肯定是会有多个参与方的 这个或者是同一个公司里面的不同部门 甚至是跨公司 我唯一一个需要注意点就是说 这公司或者部门之间 他们的公司 他们的数据是不能直接共享的 那么在训练过程中 这些数据都是留在各个参与方的本地 其中呢 但是中间呢 他们会交换一些信息 而这些信息呢 也是从某一方发出的时候是经过了加密的 那么其他的方会对这些密文进行一些操作 或者说一些运算 那么但是他在这个运算同时 他是不知道密文里面的具体内容了 等他运算完之后呢 他又把这个密文返回给我的发起方 那发起方呢 可以对这些密文做一些解密 解密之后呢 得到的消息其实是跟直接对这些明文进行运算是一样的效果 这里面呢 这个上面提到的这个密码学的技术呢 我们就叫他 我们就把它叫做同态加密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连帮学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比喻 这个图的寓意就是我们把一样比作成一个模型 而我们的草就是各个公司或组织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传织的机器学习模型来看到 我们是把不同的草移出他们的草场 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个羊吃的传统的机器学习 那么对于连帮学习来说呢 我们的草是不出我这个农场的 而是我们让模型动起来 让这个羊一动起来 让它去不同的草场那里出草 然后最后把这个羊养肥变得可用 然后把模型变得可用 这就是所谓的数据不动模型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连帮学习定义中呢 根据数据的不同分布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分别是横向连帮学习和纵向连帮学习 那么横向连帮学习呢 也称为样本分区的连帮学习 或者同构连帮学习 那么17年的时候 谷歌提出这个论文 就是一个典型的横向连帮学习 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 它的数据会分布到不同的设备 或者是服务器上 但是这数据的维度 就是它数据的特征 维度是一样的 在横向连帮学习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都聚合起来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数据的样本 样本数量 样本空间给扩充了 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模型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纵向连帮学习 纵向连帮学习呢 它的不同点就是 样本的空间是相对固定的 但是它特征空间 样本的特征空间是不固定 比如说我们的电商和我们的银行 都有我们个人的一些记录 那么他们通过一些身份证 或者是手机号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人的信息 拼接起来 变成一个特征 特征空间更大的一个样本 然后我们用这个样本来去做训练 这就是我们的纵向连帮学习 这两种不同的 就是两种不同的 连帮学习的类型 下面呢是一些案例 第一个呢是通过多家银行 进行房洗钱的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横向的 联帮学习的案例 不同的银行呢可以联合起来 用他们各自数据呢 去训练一个大的模型 然后可以把这个模型的授权 给其他银行用 这样子就能提升他们的房洗钱的 这种识别的准确率 就是可以看到是通过这种方式 大概是可以提高14%的准确率 另外一种呢是小微企业的 收信的风险管理 那以往呢 这是一个中向联帮学习的案例 那以往呢 银行给这种小微企业去做贷款呢 是非常依赖于央行的真心报告 然而通过联帮学习的中向的联帮学习的 我们可以联合税收啊 注定啊 等其他机构来 来对我们的小微企业建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型 更加准确的模型来提高我们的 就是我们识别的一些准确率 OK 下面就是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了解了联帮学习的一个背景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实现 目前呢 在联帮学习领域呢 有几个可用的开运项目 例如我们图片上显示的这个Fate PyShift 其除此之外呢 还有PyShift Tensor FL等其他联帮学习的框架 但是其中Fate项目呢 它是最适合韩乐的 最目前来说是最完善的一个项目 它是YouTube上上 它是一个开源 并且是Linus基军会下的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 它同时支持呢 它是同时支持纵向和横向的M学习 而且它的算法呢 是可以直接开箱即用的 不需要 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定制 但它已经内置了非常多算法 可以直接就拿来用了 而且更多 右边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架构图了 这是它的FateFlow呢 是它一个 我们从底下开始 底下呢 它是支持各种存储 还有各种 通购或易购的这种计算的模块 然后它还有专门的通信模块 然后还有支持 EGLO字研或者是Spark的这种分布式的计算的模块 然后FatoradeML就是它所有的算法包的这么一个组件 然后FateFlow呢 是一个调度 就是调度任务的一个组件 FateView是一个在线推理的组件 FateFlow呢就是一个用于展示我们的 展示我们的 训练的一些 就是做一些训练可视化的一个组件 更多的详练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Github的Repo 前面提到的FatoradeML 这是FatoradeML里面封装的一些可以直接开箱即用的算法 底下呢有一些NPC的 比如说同态加密 训练的训练 还有是SickiveSiri呢 就是秘密分享啊这些算法 然后在此之上呢 它是做还有一些 动向的或者是 动向的或者恒向的联邦学习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逻辑回归 现行回归 然后这些 数模型 这些算法 这些都是直接可以拿来用的 那么更多详情呢 也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前面提到的Github Report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Fate 它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分布式系统 它有很多个组件和服务组成 这给我们的管理呢 和运维呢 带来那些挑战 但是为了应对这挑战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 叫做CubeFate 它使用云原生的技术 去管理我们的联邦学习负载 以及我们的Fate 进去呢 在CubeFate的目前呢 它是支持两个不同的Backend 不同的后端 第一个是面向于生存 面向于的测试环境的Dock Compose Dock Compose 它可以很快的 提倡我们的Fate的测试环境 当然呢 如果说小一点的生产环境 也是可以用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面向生产环境的后端 就是我们的Kubernetes 我们可以通过CubeFate 很快速的 我们可以通过CubeFate 因为基于Kubernetes呢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运维 我们的Fate的基金 其中包括我们的升级 降级 还有扩容 收容 以及我们的可视化 还有很多的 它很多的指标啊 都可以通过CubeFate去追踪 那么这是CubeFate的这个项目地址 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大家来使用啊 那么我的这一部分呢 就到尾声了 所以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联邦学习 它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式 去训练一个模型 在各个参与方之间呢 它可以训练一个模型 但是又的同时呢 又不暴露各个参与方的一些数据 有联邦学习的两种类型 按照数据分布 可以分为重向联邦学习 和横向联邦学习 然后Fate是一个联邦学习的一个项目 它是 它是一个生产可用并且开源的 那么CubeFate呢 是一个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可以简化我们的联邦学习 负载的管理 好的 我的这一部分已经分享结束 下面呢 我们有请Fate 继续分享Fate和KF Serving的一些结合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家好 我们了解了联邦学习 以及这个领域的Fate和CubeFate的项目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机器学习项目来说 训练得到一个模型并不是结束 训练之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将模型部署 基于模型呢 对新数据提供预测推理的服务 并最终进行业务决策 这在联邦学习中呢也不例外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联邦学习 特别是Fate联邦学习 这个领域呢 目前有哪些的一个功能 所谓推理服务也有不同的类型 或者说表现形式 一种呢是离线批量的处理 一般是一部对大批量的数据 进行一个处理 在Fate中呢 我们可以像提交训练任务一样 像Fate系统提交一个预测类型的人物 Fate会使用历史上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对当前数据进行一个预测 还有一种类型呢 是建立一个在线推理的服务 以API的形式呢 提供比较实时的调用 请求和响应一般来说是同步的 而且响应时间呢 应该尽可能的短 那之前加豪提到了 联邦学习分为横向和纵向的不同类型 纵向训练的模型 因为数据的维度呢 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参与方 而因此进行推理的时候呢 也需要多方进行一个联邦的预测 对此呢 Fate有一个叫做FateServing的子项目 来够帮助我们完成相关的一个功能 而对于横向的模型 其实之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么今天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为此所做的一些的工作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开发这样一个推理服务 还要能用到生产环境的话 需要注意并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这里列出了我们需要支持一个 协议的定义 支持模型的序列化 反序列化性能的一个监控 包括灰度发布认证授权等等的一个功能 同时考虑到运维方面的需求 我们又想将这个服务部署到K8S上的话 又需要熟悉K8S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于机器学习工程师或者说数据科学家来说 掌握这些内容都需要花费不少的精力 而且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困难 那我们注意到的是 Cubeflow社区 它的一个cap serving项目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这方面的很多问题 加速我们整个部署上线的一个流程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Cubeflow吧 Cubeflow被称为K8S上机器学习的工具箱 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和服务 包括这个Central的Dashboard的UI 包括了这个Notebook Service的这一个管理 包括了一个端到端的Pipeline的项目 包括了Cative这个潮参数调优的项目 以及发起各种training的Training Operator的这种一系列的项目 还有我们今天所要讲的cap serving 这个在线推理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项目 当然Cubeflow还有像Faring MetaData等等各种的子项目 来帮助人们完成继续学习这个环节中 各个不同的一个任务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cap serving cap serving是依赖和利用 已经非常流行的一些项目 包括Kiniti和Eastio 来提供一个在线的 在Kubernetes上的Serverless的推理服务 同时提供很多满足生产环境需求的功能 包括借助于Kiniti完成 基于请求的自动扩展近似缺乏部等等 同时它提供了包括Transformer Explaner Logger等等机制能够灵活处理一个预测请求 很重要的一点是cap serving也支持多的不同的机器学习的框架 另外它的核心是一个叫做Inference Service的这样一个CRD 这里我练出了三个不同的机器学习框架的推理服务 在这上面的CR的一个定义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简单和一致的 基本就是指定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框架 以及指定具体的模型的存放的URL就可以了 但同时这个CR呢也支持比较复杂的和细利的配置 来满足我们不同的这个需求 刚才我们提到了cap serving它的一个核心是这个叫做Inference Service的CRD 那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它的工作流程 当我们需要创建这样一个在线推理服务时 我们向集群提交这样一个CR的定义 那之后cap serving的controller将会根据我们的定义 创建对应的knative以及estil之中的资源 那之后呢真正用于服务预测请求的这个pod将会被创建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cap serving的webhook将会注入一个initcontainer 这里叫做storage initializer 它会根据我们CR中所定义的模型的位置将模型下载 并存入适当的目录之中 同时这个pod中呢还有来自knative的一个qproxy容器 它会向knative上报一系列的matrix 并且我们进行一个自动的缩扣容 当然最后呢是真正用于处理预测请求的这个服务所在的容器了 这里叫做model server 那这些蓝线的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它的一个control plan 那红线的部分呢就是它的data plan 一个真正的预测的请求 经过我们集训内或集训外的网关 最后被路由到了model server 那它最后再调用initcontainer准备好的模型 得到了一个预测的结果并把结果返回 那这就是cap serving它的一个核心的CR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工作流程 OK那现在我们有了cap serving 这个比较不错的支持多个框架的一个在线推理服务的平台 那我们联邦学习特别是Fate横向联邦学习的模型 如何与cap serving相结合呢 Fate横向联邦学习当前支持的算法包括了神经网络 逻辑回归决策术这些 那它们的一个格式可以理解为是Fate私有的一种格式 那cap serving当前呢并没有直接支持的这种镜像或者说程序 但是我们注意到横向联邦学习的一个特点是 一方训练后得到的模型 它是带有完整的模型的维度的信息的 在做预测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需要其他方的再次的一个参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横向联邦学习的模型 与一般的单方机器学习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Fate的得到的模型 转换为cap serving已经支持的继续学习框架的模型 那就可以像部署那些模型一样 部署到cap serving之中去了 那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我们希望呢是Fate的使用者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配置 或者写额外的code 就能够完成整个这个一套的流程 所以我们将这个逻辑实现在了Fate的核心的服务之中去 那第一步呢就是模型的转换 这里Fate实现了一系列的converter 这里我们列出了Fate当前支持的横向联邦学习的算法 以及我们想要转换的目标的机器学习的框架 包括SecureLearn,TensorFlow,LED,GBM这些 那当我们得到了转换后的模型之后呢 就需要将它们进行部署了 这里Fate实现了一系列的deployer 负责向cap serving创建刚才提到的Infinance Service这个资源 这里有一个在cap serving的矿图中有一个不太奇艳 但却十分重要的组件 那就是这个存放模型或者说模型asset的这个存储 当前KF serving支持了包括S3,GCS,普通的HTTP这些 那我们首先支持的是MNO这个云原生的 而且是与S3兼容的这一个存储服务 那我们实现了这一系列deployer它的首要的工作 就是把模型对象打包并上传到MNO之中去 由于不同的技术学习框架它对模型文件的格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touch server希望我们将py touch的模型对象打包成MAR文件 并且配有一个properties这个描述文件 所以不同的deployer需要完成这些不同的技术学习框架的打包工作 以及将它们上传到MNO之中去 那之后呢 这就可以向KF serving创建这个Inference Service了 当然同时还需要创建必要的Secret Service Account的这些资源 那整个这些过程都是由不同的deployer来完成的 那至此呢 一个KF serving的在线的推理服务应该就已经运行起来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demo 我们首先完成一个横向联邦学习的训练 然后我们将得到的模型呢进行一个转换 并且部署到KF serving之中去 最后呢 我们去测试一下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在线的推理服务 这是我们部署的联邦学习FET的一套环境 在一个K8S集群中呢 我们安装了一套FET的系统作为第一方 在另外一个K8S集群中 我们同样安装了一套FET的集群作为第二方 那这里我们模拟的是一个两方的联邦学习的一个场景 两个FET的系统都是通过KOOPFET的项目 在两个不同的K8S集群中安装的 同样我们在第一方的集群中 我们也安装了一套KF serving的系统 KF serving其实可以安装在其他的集群 比如说一个第三方的集群中 这里我们为了演示的方便呢 就继续复用了第一方所在的集群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KF serving它的controller 还有一个用于UI显示的一个web的应用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web应用的界面 那KF serving如果是跟KOOPFLO整体一套安装下来的话呢 那这个页面作为一个子页面 也可以在KOOPFLO的Central Dashboard的UI中看到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的推理服务在运行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联邦学习的训练任务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KOOPFET在安装FET系统时 一并会安装的一个Jupyter Notebook的一个服务 这也是一般来说机器学习工程师 或者说数据科学家常用的一个界面 这里我们使用的呢是FET提供的一套叫Pipeline的SDK的接口 所谓的Pipeline指的是包括数据的读入 预处理特征工程具体算法等等一系列的组件 串起来形成了一个Pipeline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这里我们定义了各个组件的内容 包括我们的核心算法是一个简单的多分类的神经网络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将所有组件定义好之后 我们同样通过这个Pipeline相应的接口 将这个任务提交到了FET的核心服务中去 那这个任务就应该已经跑起来了 任务跑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FET提供的可视化页面里这个相应任务的状态 在第一方这里可以看到任务在运行 同样在第二方的页面中可以看到这个任务也在运行之中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多分类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的数据量也比较小 所以大概三分钟五分钟这个任务就可以完成 这里我们快进一下 现在任务应该就快要训练完成了 OK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得到了一个训练好的一个神经网络的模型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将模型进行刚才提到的一个转换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FET另外提供的一个命令行的界面叫做Flow 它通过向FET的核心服务发送API的请求完成相应的功能 这里请求的主要内容配置包括模型的一些信息 以及其他一些基本信息 最后我们调用Flow命令的相应指命令 发送给FET的核心服务 那通过这个返回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换已经完成了 我们得到了一个TensorFlow框架下的Saved Model格式的这个模型 那对于很多使用者来说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够了 它可以使用FET提供的其他接口将模型下导到本地 或者进行一个本地的预测或者进行一个本地的模型的进一步的调试 那我们想要做的是将模型部署到KF Serving中去 这里我们同样是继续使用Flow这个接口 那需要提供的参数就更复杂了一些 包括指定服务的名字 还有同样模型的一些基本信息 以及我们所要部署到的KBISG群中的一个访问的信息 比如说一个CubeConfig文件 当然如果咱们的FET的核心服务是通过CubeFET来部署的 另外所在的KBISG群与KKF Serving所在的集群 也是同一个集群的话 那这里也可以不提供 在缺诊情况下 CubeFET会将相应的权限 以及相应的配置与KBISG所在的核心的服务相关联 能够完成在缺诊情况下相应资源的创建 同样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存储 比如说Mio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我们最后调用Flow的另外一个子命令 要求FET的核心程序将这个模型进行一个部署 通过返回的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署应该已经部署上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拿到这个部署的服务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Mio的这个界面 我们刚刚部署打包上传的这个模型 应该已经放到了Mio的相应的这个存储的位置中 是这个SavedModel格式相应的一些文件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看到的Web的UI的界面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刚刚创建的推理服务 已经在这里运行着了 我们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些更细节的一些信息 包括它的对外访问的一些提供服务的一些接口和UIL的信息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Metrics的这个Type看到 基于Aufana提供的一些图表的一些Metrics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做的呢 是测试一下我们这个刚刚部署上线的这个推理服务 我们先载入我们测试用的数据机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机的大概的内容 它应该是有一百多条数据 然后每条数据应该是一个18维的一个特征 然后我们构建我们的具体的预测请求 包括指定服务的名字 然后使用Esteel Ingress它的地址构建我们这个UIL 以及构建最后请求的一个负载 那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返回的结果 就是刚刚部署的推理服务 它返回一个预测结果了 可以看到这个多分类的一个返回预测结果 对于每条数据来说就是各个分类的一个分数 那我们将这个结果处理一下之后 与刚才的测试机的ID合在一起看一下 那这里看到的就是对每一条数据 它的一个分类的预测的一个结果的情况 那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从发起训练到模型的转换 到部署上线以及最后使用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使用者 我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基础设施相应的领域知识 或者进行比较复杂的配置 就可以完成一个端到端的整个里的一套流程 OK那回到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在早些的时候呢 KF Serving刚刚发布了它最新的一个版本 其中重大的一个改变是它改名叫做了K-Serve 在GitHub上项目也有了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组织 这也代表着项目进一步的一个成熟 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新功能吧 包括随着这个改名 它的SDK API Group的名字也都发生了更新 另外它提供了一种所谓RAW的部署模式 可以不依赖于K-Native和Eastio进行部署 那简化了一个部署的流程 最后呢也有新的这种支持多模型不推理的 一种新的支持方式叫Model Mesh 加入了这个K-Serve的项目 而对于我们Fate和CoolFate的项目来说 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的与K-Serve进行一个集成 包括Converter和Deployer 支持更多的框架和存储类型 以及我们也在看能否暴露出来更多的可配置的项目 比如说Pod的资源请求等等 来支持更多的部署需求 最后我们知道Fate任务本身是一个Pipeline 我们也希望将Converter和Deployer的逻辑 集成成为一个Pipeline的组件 这样当用户发起训练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增加一个部署的组件 在训练完成之后呢 整个流程会自动将模型部署上线 这也是Cubeflow的Pipeline项目目前已经支持的一种操作 总之吧Fate和CubeFate的项目会继续借助着Cubeflow和K-Serve的平台和社区 来更好的满足机器学习领域 特别是联邦学习领域的各种需求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个全部的内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